如果说真的这个使命托付给华人教会 那真的是太好了 那如果说真的托付给华人教会 华人教会最需要做的就要大家合一起来 大家要团结合作才行 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的分化 我们需要真的凌结大家的力量 不是只探靠少数的教会 是大家要同心协力 我们能够将神的话语能够传扬出去 能够证明神的话语是真实的 那我觉得这是也许也是个机会 让华人教会能够团结在一起 能够齐心努力 能够来神的话语更快地在全世界传扬